下一站 陽明交通大學 到底有誰會有這樣的機會 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畫出自己的舒適圈 我想在教育的這個場域 可以帶進更多的對話是很重要的 他都在那邊了 那紫茶你有沒有更努力的去探索自己想要什麼 像海綿一樣 他們會吸收各種這樣的薪資 他們也願意面對各種改變 並且我聽不懂